那么第五点就是处决行为故与草率啊 就是引发新的漏洞 那么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后勤部还处决了三个人啊 后勤部这三个人呢在疫情发生后凭空消失了 那就是如同此地无影三百两一样啊 外界如果要追问中共打听这三个人的下落呢 中共该如何回答 而且这样的情报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会放过吗 这就是第五点 我觉得时间太短了 我再加上第六点吧 理论上各方反应的时间线 理论上各方反应的时间线是这样的 我认为呢 就是说我们大概做一个 各方反应时间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推理 就是说这个病毒泄露以后 生化武器泄露以后 各方面应该怎么去反应 第一呢就是病毒生化武器泄露后呢 大概就是当天就是零天 对吧 这算是零天 那么首先就感染病人 由生化武器泄露到感染第一个病人 大概需要一两天啊 感染是感染 但是由病人还要发病吗 大概多少天 不确定 我就暂定为四天吧 病人发病后求医 求医啊 发病后要求医 求医呢一两天 这个时候才告知初级的医疗基层部门 医疗部门开始检查一两天 由于是未知病毒个别病例的报告 还不能引发基层医疗部门的重视 等待一段时间 等初步形成小了规模后 医疗部门开始重视 那这个阶段大概七到十天吧 那形成小了规模 七到十天 不为过吧 然后开始 医疗部门开始报告了啊 由第一级向中高级报告 大概一两天啊 然后中高级开始 医疗部门开始调查基因序列 这个未知病毒的基因序列调查 你是不是要三四天吧 并且通告政府相关方面 大概一两天吧 如果引发中共的军方的注意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 中高级医疗部门通报的时候 这时候军方低级的情报部门就已经知晓 所以这事态进一步扩大 大概七到十天吧 或者在医疗部门通报不久 一两天 中共军方中高级就可能开始调查 也就是说 中共军方中高级调查 应该是在中高级医疗部门通报之后 当然中共军方的中高级 包括中共军方的病毒生化武器部门 我算了一下 由病毒泄落到中共军方介入 最快大概估算是二十到三十天 如果从医疗寄存部门重视报告 到中共军方介入 我大概估算是十天到十五天 同时按照另外的一个观点 2019年11月武汉政府已经报告中央 折中我就算11月15日 那么2019年10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的事实样本 足以支撑移上了所有反应吗 有足够的新闻报道吗 很明显 面对未知病毒 世界范围内的新闻报告都不足以 在2019年10月15日到10月15日支持该说法 对不对 你这个病毒泄露了 你是不是一开始你得有医疗部门反应啊 对吧 我之前已经讲了吗 病人 感染 泄露 感染 发病 求医 救人 医疗部门初次接触 但不重视 后来形成小规模 医疗部门开始重视 通报给中高级开始测序 同等的一系列 这是一个 这一切都是完整的一条龙啊 不会一环扣一环的呀 对 这也是正常的遇到突发的这个 未知病毒的正常的一个反应 那10月15日到10月15日之间有这样的新闻吗 同理 你要说更早 10月到10月有这样的新闻吗 那正常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有新闻的时候 大概呢 就是2019年10月下旬 从李文亮先生曝光 那算作基层医疗部门已经重视 并开始向中高级医疗部门报告 那么2019年12月末 中高级医疗部门就已经知晓 并且开始经营测序 也就是说经营测序就在2019年12月末了 或者2019年1月初完成的 同时2020年1月初 同时2020年1月初 政府相关方面开始重视 并且初步风控华南海鲜市场 之后整个2020年1月上旬 事态进一步扩大 中共军方也是2020年1月上旬开始着手调查 2020年1月中旬 事态进一步扩大 同时2020年1月中旬 中共军方调查清楚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即武汉病毒研究所 基础性科研病毒泄露 在华南海鲜市场动物件随即变异 自然产生了人类致病性的 类似生化武器的病毒 在2020年1月中旬 中共军方同时管控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华南海鲜市场 管控华南海鲜市场的方法 是外围警戒秘密进行内部先提取样本 后销毁 销毁人员人数很少低调进行防止引人注意 同时要阻止从华南海鲜市场向武汉病毒研究所逆向溯源 减少华南海鲜市场内部的证据 同时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完全封锁暴力 并且中共军方将该情报于2020年1月中旬通过军方情报部门 告诉军委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随即在2020年1月末和1月中旬末和下旬的前几天 开始开会布置处理工作 并且于2020年1月23号决定武汉封城 所以我们就再讲一下第七点 就是对另外一个观点的一个总结 所以大概就分析了这个说法 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新冠病毒生化武器 就是这个说法 显然这个观点中的五个小点呢 在该前提下的武城里啊 好的